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耀武 宋西连等人 从1959年起 人民政府开始对部分战犯进行特赦 直到1966年 总共特赦了6批战犯 后来由于爆发了文革 对战犯的特赦也因此停止了 1974年12月 毛主席在长沙想到了这件事 于是便写道 还有一批战犯 放下武器已关押20多年了 还关着干什么 把它们释放了 可以来去自由 周总理对此事业非常重视 他亲自批示 让公安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 华国锋刚刚担任公安部部长 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因此特赦战犯的工作备受重视 他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 年龄 疾管 职务等信息 要详细描述清楚 并列表述名 然后再由他一一审阅 之后 华国锋主持会议和公安部的同事们 一起研究战犯问题 讨论哪些可以放 哪些人不能放 最后 大家拟定一个名单 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出13名战犯应当继续关押 不能特赦 1975年2月27日 这份报告送交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看过后 马上提笔做出批示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关送会 请他们吃顿饭 多吃点鱼 肉 每人发100元零用钱 每人都有公民权 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 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展开全文毛主席都放了算了的批示 让华国锋和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 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主席的胸襟广固 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不需要再研究哪些人该放 哪些人不该放 1975年3月19日 第七批共293名战犯获得了特赦 当天 抚顺战 饭管理所所长金元宣布 从现在开始 抚顺战饭管理所撤销了 改成了贵宾招待所 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是我们的同志 先生 听到这个消息 许多人激动的当场掉下了眼泪 他们想不到 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 被特赦人员心情十分激动 他们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 感谢毛主席胸襟广阔 就这样 所有战犯全部获得了特赦 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 他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黄伟 文强等原先的战犯代表 还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工作圆满完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